第39题,39到40题也是个题组 在题目的最前面说明自然科老师要进行实作测验 说上放了两瓶位置的一体 一边是存物质,一瓶是混合物 同学要实际操作来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辨认它是存物质还是混合物 A选项说 利用颜色来辨认存物质是白色,混合物颜色则不一定 这个说法是错的 存物质的颜色不一定是白色 比如说硫酸酮就是蓝色的 我们没有办法靠颜色来辨认它是存物质还是混合物 B选项 存物质的水溶液是澄清透明的 混合物水溶液是混浊状 这个也是错的 我们它会比较澄清透明还是混浊 是跟它溶质的颗粒大小有关系 不是与它是存物质还是混合物有关系 C选项 加热时存物质有一定的废点 混合物没有一定的废点 这个选项是对的 因为存物质只有一种物质 只有一种性质 所以它的性质是确定的固定的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溶点 一定的废点 一定的比热 一定的密度等等之类的 而混合物因为它的比例不一定 所以它的废点不一定 溶点不一定 密度等等之类也都不一定 那么诸选项 红色是维尸子 不变色是存物质 橙蓝色是混合物 这是错的 所以是用来检验酸碱性的 所以在酸中是红色 在碱中是蓝色 红色不变色 只是表示它是酸性 不代表它是存物质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知道 第39题的答案应该选择的是C 加热的时候 存物质有一定的废点 混合物没有一定的废点 这就是我们第39题的答案 好啦 是不是 可以